追踪了三年未果的毒枭秘密武器竟是名狙击手 大家好 我是乖叔叔家的婉婉 今天婉婉给大家带来一部狙击手小步 接到上级任务 追杀大毒枭 却遇到另一位狙击高手的电影 狙击精英 巅峰对决 昨晚一名狙击的老手忍受不住长期的精神折磨 选择吞枪自杀了 这样小步的精神也受到了巨大冲击 毕竟他们这行天生就是杀人的 心里很容易就有问题 可正是在他精神脆弱的时候 上级派他去追杀毒枭 并且保护嫉妒女警萧凯 受到命令的他被迫送上了直升飞机 到了目的地后 另一位嫉妒警察开车带他进了警局 在警局他遇到了早就已经退休年纪 却还在工作的炮军军长与军长寒暄两句后 他们就开始准备行动了 保卫处的警察长小魏 大概分析了毒枭的情况 并且表明毒枭那里也有一名狙击手 所以才会让小步过来 小步刚准备接受任务 女警察小凯就进来了 不由分说地拉着小步 告诉他第二天执行任务 提醒考察他自己做 很快到了行动的时候 小步和另外一位警察 潜伏在附近的林子里加上枪 随时准备掩护 小凯带上几个人 走向情报得来的秘密聚会的屋子里 没想到的是 那几个人刚进去屋子瞬间爆炸 只有小凯在外面逃过一劫 当毒枭那边的狙击手在暗处准备开枪时 被小步及时开枪阻止 这次的任务失去了八名警察和一名领导 在小凯万分愧疚的情况下 小微宣布让上极撤销这次行动 可小凯已经追踪毒枭三年了 怎么可能会放弃 小步看穿了他的心思 帮他争取了两天时间 这两天小步和小凯挪到了秘密基地 小步研究那位神秘狙击手的子弹 而小凯找到好朋友神父 调查那位狙击手的秘密 也是从神父嘴里 小凯知道了狙击手叫做恶魔 好巧不巧这天晚上恶魔要狙击小步 小步也架好了枪 不过两人都没有打到对方 但小步却得到了一枚特殊的子弹 他把这枚子弹送去国防部研究 才得知子弹自带追踪功能 哪怕是再远的距离 只要能发现目标就会百发百中 很明显这枚子弹是从更高层的人员流出去的 独肖牵扯后面更大的人物 国防部在查这枚子弹的来源时 恶魔已经因为任务失败被独肖解雇了 现在独肖选择另外的人解决小步 就在小步和小凯开车的路上 一辆车撞过来 紧接着就是枪离弹雨 小凯因为从教父那里得到了恶魔女友的消息 所以先行离开去调查了 不过刚到恶魔女友的住处就被人埋伏 还好小步及时赶到 并且从恶魔女友手里抢到了恶魔的照片 有了照片查恶魔的真实身份就更简单了 但他们觉得自己的行踪被掌握得这么彻底 警察里面肯定有内奸 于是两人只把照片发给了炮军军长后 就隐藏起来了 教父帮他们隐藏起来后 就开始调查与独肖合作的老板 紧接着小步开始一个个枪杀 而警察局里的小魏却希望逮捕小步 因为这样太打草惊蛇了 只有军长始终坚持维护他们 终于独肖按捺不住了 重新雇佣恶魔解决小步 恶魔抓来了教父 引用他们出现 可他们还是没有暴露位置 就这样教父被恶魔打死 没了教父他们就少了情报来源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 他们这时正巧抓到了独肖身边的亲信 并且在逼问之下 顺利摸到了独肖的住所 和警察合作 抓住了他 警察们决定带独肖去接受审问 此刻恶魔的身份也被调查出来 是名退伍的老兵 现在很有可能为了独肖背后的高层 杀死独肖 小步和小凯为了进一步完成任务 追到了独肖即将审讯的地方 并且用多辆车混淆视听 引恶魔出来 当这些车子出发时 恶魔已经在大楼上安排好了聚集地点 而小步 小凯 军长和小魏 也找到了楼顶 观察恶魔何时开枪 几辆车同时出来时 恶魔并没有开枪 小魏觉得肯定计划失败了 没想到当最后一辆 装着人质的白面包车出来时 独肖才开枪 这可急坏了小魏 可小步却并不着急 对着向面包车开枪 目标一枪击中 恶魔终于死了 原来面包车只是一辆遥控汽车 当时他们并没有告诉在场的小魏 就是为了揪出小魏这个内奸 因为面包车装人质的事 只有他们清楚 小魏终于服法 而独肖也被成功送进了法庭 事情圆满结束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就如同名字一样 两位狙击手的对决 一直让我心跳加快 只不过现在的社会真的有那么神奇 子弹也可以追踪定位了吗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啦 但要是喜欢玩玩的话 记得多多的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